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乡山论坛 李尚福最新的讯息 李尚福已经被免去了 国务委员的职务 这个我们有看到 这个国务委员的网站吗 把它丢出来给我 李尚福被免去了 国务部长的职务之后 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 也被免去了 这个双免 由兰福安来接替刘坤 出任财政部长杨和俊 出任科技部长 就是其他的人事上的任免 可是有没有讲国务部长 新的是谁 对没有这个上面没有写 来我们到官网上去看一下 委员你怎么看 秦刚被免去国务委员了 就表示已经到达双规的标准 李尚福被免去国务部长 他的军委会委员的身份 应该也会相对被党给免除掉了 那表示他们两个人 真的都有涉及到了 这个共产党党内的一个党纪 甚至于法纪的问题 很可惜秦刚那么年轻 习近平这么重视他 李尚福也很可惜 这个习近平不赐把佐 但是他没有符合期待 外传的是刘正丽 刘正丽 就是联合参谋长 我知道参谋长 他们就将当我们参谋总长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官网 这是新明周刊写的 但是我们刚上了大陆的官网上来看 是还在的 秦刚还在 李尚福还在 目前官网是还在 不过当然是目前先以官网上为主 但是因为李尚福两个多月没有出现 那如果说这个相声会议相声论坛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了 因为身为国防部长 没有理由不出现 绝对 那个是大陆官方主办的 对对对 但刚刚已经有媒体说 是被这个国务委员被拿掉 但是在官网上 目前我们看到还是在的 我们先以官网为主 rei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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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